咦 距離端午節不是還有三個禮拜嗎 怎麼現在就看得到龍舟了 原來是立委吳其名的貼心創舉 他表示端午節當天家家戶戶都忙著備料包粽子 加上今年有三天連假 擔心打亂民眾的假期安排 特地提前為節慶暖身 去年我們也是在這個地方 來舉辦我們的DIY的香包 所以家長跟小朋友反應都非常的熱烈 所以我們今年的手繪龍舟 最主要還是要讓小朋友跟家長的親子活動 讓小朋友能激起他的潛能 來手繪各種不一樣的圖案 讓他們小朋友大家共同來參與 共同把這個活動辦得更熱鬧 感謝今天吳委員舉辦的手繪龍舟彩繪 讓小朋友跟大人可以做一個親子的活動 很棒啊對啊因為就是可以帶小朋友來做一些DIY的東西 對也增進小朋友的手繪也協調這樣子 整場活動由立委吳其名主辦 新北市議員彭成龍 林明仁協辦 三位列席坐在最前面 也跟著大夥一同組裝龍舟模型 市議員彭成龍與林明仁皆提到 相當感謝立委吳其名的體貼用心 除了透過彩繪DIY這項創意十足的點子 讓民眾認識端午節的由來 今天這場也是未來一系列端午活動中的頭香 意義非凡 非常感謝我們的立委吳其名 他們的團隊來有這麼的所創 用這樣用彩繪畫的 一方面就是說現在我們更缺水 來從他的響應 我也希望能擴大到每個國小 不只我們的親子 這非常有意義 給他們知道說過去 我們端午節是有什麼來的 端午節其實台灣已經融入民間的一個傳統 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 我們可以讓親子之間共同 來了解我們端午節的意義 跟端午節活動 跟我們一起生活 共同未來的一個發展 從組合龍舟模型 到依個人喜好彩繪顏色 春品還能帶回家做紀念 現場也有大型龍舟互動看板 供民眾打卡拍照 藉由活動增進親子情義的同時 也讓孩子們從中認識傳統民俗 語教語樂 中央新聞竹雲嘉 圖城報導 馬龍舟 北面皆有些 melted